基督徒能力的来源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弟兄姐妹 以上经文有三组对聚 或叫对联 每一组对聚都在讲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神的工作有在里面的 也有在外面的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在里面的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是在外面的 我心里依靠他是里面的 就得帮助是外来的 我心中欢乐是里面的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是外面的 现在我们思想第一个对句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的意思是 神在我里面工作 神借着我工作 我因神而干强 我因神而得胜 大华是一个战士 他打过很多场仗 我们可以想象 大华在每次打圣战的时候 他喘着气坐下来 士兵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和心情 围造着他 但大华的心很清楚 敌人比他强盛 敌人比他有经验 敌人的人数比他多 敌人的武器比他先进 他根本不能胜过敌人打圣战 他之所以能够打圣战 因为耶和华是他的力量 在诗篇二十七篇一节 大卫说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宝藏 我还拒谁呢 你问 我怎么发现神的能力 我在什么时候经历神的能力 回答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 回答这个问题 说 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为这是我三次求告主 叫这次离开我 主对保罗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的能力在人的转作上显得完全 保罗说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转作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因我什么时候转作 什么时候就干强了 所以基督徒在自己的转作中 发现神的能力 基督徒在自己的转作中 经历神的能力 弟兄姐妹 你正处在无能为力之中吗 你将经历神的能力 你问 我如何得着能力呢 回答 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因展示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所以基督徒在等候 耶和华的过程中 得着力量 但如果你心里说 我行 我强赚 我能干 我不需要帮助 我不需要等候 我现在就可以靠自己 把问题解决 那么你就注定要失败 你就不能经历神的能力 因主耶稣说 离了我 你不能做什么 是的 离了主 你不能做什么 你不能做讨生喜悦的事 你不能做有永恒价值的事 离了主 你不能胜过某鬼的权势 但你就发现自己 毫无所有 一无所能 你就意识到 必须靠主的力量和主的帮助 耶和华的力量就临到你 保罗在更林多后书三章五节说 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呢 他自己回答说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在菲利比书第四章十三节他又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大卫同时说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盾牌是一种防卫的武器 当敌人攻击你的时候 你必须用盾牌抵挡他 但这里大卫说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记得大卫出去与格利亚一对一搏斗的时候 大卫没有战甲 没有盾牌 没有毛枪 他的带里只有几颗光滑的小石头 和摔石头的器具 而大卫的对手是格利亚 格利亚身高九尺 手拿毛枪 身穿战甲 是在战场上非常有经验的勇士 格利亚看到大卫身无寸铁 就讥笑他 但大卫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同级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在这次战役中 大卫得胜了 因为耶和华做他的盾牌 耶稣是他的宝藏 弟兄姐妹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 我发现神保护我 远比我保护自己好千万倍 神的保护是周到的 全面的 现在我们思想第二个对句 大卫说 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 心里依靠他是在里面的 旧的帮助是外来的 心里依靠神是心里认定神 心里依靠是信心加上知识加上行动 诗篇118篇8到9节说 投靠耶和华强势 依靠依靠 投靠耶和华强势 依靠王子 弟兄姐妹 我曾经相信人 贵以靠神 我曾经把事情交托给人 没有交托给耶和华 结果我大大的失望 因为我的信任 没有得到尊重和珍惜 我也被骗了 极其痛苦 我曾经仰赖人的帮助 没有仰赖神的帮助 结果我非常后悔 记得以色列王所罗门 在箴言第三章5到6节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弟兄姐妹 你现在依靠的是什么 是金钱吗 是地位吗 是权势吗 是人际关系吗 其实这些都不可靠 这些随时会失去 随时会被夺去 甚至会伤害你 叫你忘分失望 但大卫说 你依靠耶和华就得帮助 帮助是外来的 你问什么是帮助 以下我读两处经文 大家就可以知道 耶和华如何帮助 倚靠他的人 诗篇三十七篇四十节说 耶和华帮助他们 解救他们 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 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他们投靠他 这经文说 倚靠耶和华 耶和华要救他脱离恶人的手 脱离恶人的手是最要紧的 因为与恶人理论是没有用的 因他不讲理 与恶人打仗 你几乎是输定的 因为他的心比你干硬 他的手段比你残疹 你不敢做的事 他通通都做出来 若没有耶和华实行拯救 义人会吃亏 正直人会遭殃 但你依靠耶和华 耶和华就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 耶和华也要施行公义 惩罚作恶的人 第二处经文是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 圣经说 坚信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依靠你 是的 我们需要平安 心灵的平安 环境的平安 身体的平安 若是动荡 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若是没有平安 我们必充满惧怕和恐慌 你问 在没有平安的日子里 我能做什么呢 回答 依靠耶和华 哦 弟兄姐妹 请你来依靠耶和华 因为依靠耶和华的 就必得帮助 现在我们思想第三个对句 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送赞他 心中欢乐是里面的实际 用诗歌送赞他是外面的表达 是的 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是多么的欢乐 无比的欢乐 但在欢乐的时刻 我们要用诗歌赞美神 《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记载 耶和华师长大人 将法老和他的军兵 淹没在红海的时候 摩西就做诗歌赞美神 在第十五章一到二节他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 另外 当迦南人的九百辆战车 都在泥土里动弹不得 当迦南人全军都溃乱 被消灭的时候 底波拉在四世纪第五章 二到三节 做诗歌赞美耶和华说 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 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 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 君王要听 王子要侧耳而听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要歌颂以色列的神 另外 大华们神拯救 他在撒木尔记下二十二章二到四节 做诗歌赞美神说 耶和华是我的原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救主啊 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 我必从我仇敌的手中 被救出来 弟兄姐妹 从摩西 底波拉 大卫的例子看到 我们做 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力量 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盾牌 专心依靠耶和华 经历他的帮助 心中就有欢乐 也能够高唱凯歌 甚至还没有看见眼前的胜利 凭信心我们也能歌唱 如同先知哈巴谷 他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万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盆内没有牛 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 快逐母路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今天 你或正经历特殊的试炼 你的环境 如同黑夜 没有半点亮光 你的前途像沙漠 令你感到渺茫无助 愿耶和华成为你的力量 成为你的盾牌 愿耶和华是你的倚靠 是你的帮助 你的心中就会充满盼望的曙光 和信心的亮光 弟兄姐妹 愿诗篇二十八篇七节 也成为你的诗篇 但这诗篇不是在一房丰盛的环境下写成的 当位乃是在转座中 发现神的能力 当位乃是在四面受敌的时候 发现神是他的盾牌 当位乃是无路可走的时候 学习倚靠神 当位乃是在无助的时候 经历神的帮助 当位因此心中充满欢乐 但大位在欢乐的日子 没有将神忘记 他乃以称谢进住神的门 以赞美进住神的殿 他乃举起救恩的杯 在众人面前称扬耶和华的名 弟兄姐妹 当阳光浮照 世事顺利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自然是快乐的 当我们的代表队 在比赛中节节获胜的时候 我们无比欢乐 大声欢呼 重情歌唱 上下跳跃 但在决赛中 谈着我们的代表队 突然败给对方 我们的欢乐立刻像泡沫破灭 心情低垂 无比沮丧 这是人的常态 但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十字架下 是不足动情的 像使徒保罗所说 我已经学会了 我已经满足了 我所拥有的是神粮给我的份 弟兄姐妹 愿我们在艰难中经历神 在患难中赞美神 靠着基督常常夸胜 在基督里永远得胜 因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到我面前等候 到我面前等候 当后我历时长 到我面前等候 你必从心的灵 以我专心更丰盛 你如你缠世上疼 以我专心更丰盛 等到你不分解 要我安静思想 我世上 安静 安静 你思想 我世上 安静 安静 你思想 安静 你思想 安静 我对你说 安静 安静 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要安静思想我是神 安静思想我是神 安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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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思想